第八百集 老张在寻死收多少的时候,地窟也进入了黑夜,方平也看完了书,觉得自己小学毕业了,不算文盲了,心里则盘算着,这次要不要去生命湖看看,唠他个几千斤生命精华试试,不过太危险了,有真王坐镇呢。 不过据说圣果结出来的时候,这位守护妖职会从那边走出来,不过这样一来也容易打草惊蛇,要不进入地下,把矿脉给挖了? 八十八条,一条挖个千把斤,未必有人注意,那都是八九万斤了。 不管了,反正肯定要捞点好处走,不是生命湖就是能源矿。 不过要值得才行,低于五万斤能源石,不值得打主意。 方平心中也有了打算,低于五万斤能源石就暴露了行踪,那肯定是不值得的。 来一趟禁区不容易,不能为了迎头小利浪费了机会,把自己陷入危险当中。 五万斤才二十五吨,一条矿脉都不到,这里可是上百条,自己能为这点钱心动吗? 天局城,方平看完了书籍,天色已经漆黑。 不过天局城这边依旧要目,错为皇城,天局城是一座不夜城。 啊,该出去看看了。 方平放下树皮书,脱下了自己身上的腰魁城禁卫军铠甲,换上了之前王府中人送来的新服饰,封王府的武道服。 换好衣服,方平没有遮掩,将封面生送的那柄七品长刀佩戴在了腰间。 人靠衣装,在皇城地界,太过低调只会被人无视。 方平可不想平白无故地出一些麻烦。 大院中,方平刚走出来,就有人看见了他。 锦玉怀见他出来了,顿时笑道, 奎兄是要出去,刚好,小弟出来乍到,也想出去见识见识皇城的繁华,正准备和奎兄说一声。 不止锦玉怀,此刻的锦玉怀身边还有几人,这家伙这么片刻的功夫已经拉拢了不少人。 方平看了几人一眼,胆笑道, 你们随意啊,不过不要给殿下惹麻烦。 奎兄不一起吗? 不用。 方平没理会他们,带着一个巨大的包裹,静止走了出去。 看着他带着大包裹,锦玉怀眉头一挑,笑了笑也没说什么。 心里却是盘算着,这家伙准备买多少? 难道真准备快速进入统领境? 百王宫就是这儿了。 水晶大道上,方平找了一圈,找到了一处雄伟的高大建筑。 建筑外,两位六品舞者站在门口镇守。 方平不管他们,静止走了进去。 一进大门,看到的就是一处空旷巨大的大厅。 大人,有何需要帮忙的吗? 方平刚进入,不远处,就有一位女性舞者迎了过来,一脸的笑容。 方平瞥了她一眼,总算看到了低品舞者了。 在皇城,遇到低品舞者的概率比中品还小。 兑换生命业。 方平说得干脆,百王宫其实就是地窟的银行。 在这里,一些天才地宝,动辄几百数千枚能量石。 高品强者的能源石,有些人积蓄很多,用的却是不多。 没有储物件,不可能每次都携带大量的能源石出门。 而王庭如此巨大,远行的话,也不会一直带着大量的能源石。 于是,银行应远而生。 不过一般人做不了这个业务,王庭都不行,真王殿却是有这个资格。 百王宫从名字就可见一般。 这并非一位真王级强者主导的,而是四大王庭真王殿联手主导的, 屹立千年不倒。 不但方便了王庭中人,其实盈利也是极大的。 这里可以将能源石、能源液、生命精华这些东西, 统统换成一些无意义的凭据。 而在地窟,哪怕高品武者也很危险, 战斗一起,凭据被毁,那是常有的事。 一毁,那强者们存在百王宫的东西,都成了百王宫的。 所以那些真王强者,哪怕什么都不做, 每年都有大笔的进项。 地窟的银行,这里才是真正的有钱呢。 方平说话间四处打量着, 大厅很空旷,此刻虽然是晚上,也有人在兑换, 不过方平扫了一眼,好像是兑换中低品的能源石。 大厅这边有些柜台模样的玩意儿,就是负责兑换的。 而百王宫不止一楼,还有二楼,生命夜。 方平说完,身旁女子眼神一亮,急忙道, 大人随我去楼上,不知大人需要兑换多少。 说着,还瞄了一眼方平提着的大包裹。 六十侠,一侠十斤,也就是六百斤。 方平之前在妖魁城差不多弄了两千斤,送出去一千斤左右, 自己藏了接近三百斤,之前又换取了一些天才地宝, 此刻也就剩下六百斤左右了。 当然,出空间中藏的那些,她没拿出来,也不敢这时候拿出来。 六十侠? 女子眼神更亮了,一边带路,一边笑道。 大人,生命夜浓度需要检测,您这边…… 五倍于九品生命时。 方平淡淡回应着,能量夜的浓度和压缩的强者实力有关, 越强,夜化的能量蕴含能量越高。 之前她一万多斤,也才换来了两千斤左右,五倍还是有的。 女子脸上都快笑开花了,大客户啊。 三千枚九级生命石,哪怕在皇城,也不算是小客户了。 再看看方平身上佩戴的勋章,封王府的人。 封王府的战将,三千枚九级生命石,看样子也是封王府的贵族了。 女子一边想着,一边带着方平上了二楼。 二楼,并非方平想象中的大厅,也不是什么包间,而是一座座透明的水晶大隔间。 女子带着方平到了其中一个隔间,热情招呼方平坐下,倒是让方平觉得有些异样,感觉回到了人类世界一般。 而很快,一位六品舞者走了进来,一进门就笑容满面道。 在下百王宫云聂,大人来自封王府。 不错。 方平笑了笑,也不废话。 将包裹打开,露出其中的水晶瓶,笑道。 其余的就不说了,在下奎明。 奎某刚从外域进入封王府,殿下过些十日要去王湛之地,奎某要在这之前尽快进入准统领境。 听闻百王宫不止做兑换,还做一些其他买卖。 云兄如果有什么好东西介绍,奎某也不愿多跑了,就在这一起购置了。 外域。 云聂闻言看了方平一眼,并无鄙夷之意。 反而有些郑重。 外域的天才刚进封王府,就被带去王湛之地。 这可不是一般外域天才可以得到的待遇。 看样子,这位奎明很得封殿下看重啊。 云聂一眼扫过方平腰间的神兵,眼神微动,再加上对方带来了这么多生命业。 不管是封灭声赏赐的,还是自己带来的,都代表对方背景不弱。 现在要进入准统领境,那从王湛之地回来,恐怕最少也是一位统领级强者了。 方平觉得七品在皇城不值钱,那是因为他处的位置不一样。 封灭声已经处于王庭的一个顶峰,圈子也是最顶级的那种。 可实际上,七品强者还是极为值钱的。 偌大的王庭十多亿平方公里的河山,城池成千上万。 七品强者恐怕也就万余人,平摊一下,七品还是极其少见的。 皇城这边那是整个王庭的精华所在,这才显得多见。 云聂很快坐下,笑道。 魁将军算是找对地方了,百王宫虽然主要经营换队之事,可是常有一些大人,不愿多事,一些珍贵宝物也会直接交给百王宫进行换队。 甚至有真王大人也会将一些用不上的宝物放入百王宫,大人来此定能满意而归。 说吧,云聂看向大瓶子,笑道。 他人不介意的话,云聂检查一下。 随意。 云聂不再多说,打开瓶子,瓶中能量液迅速开始挥发,云聂没有靠感觉判断。 手中拿着一根水晶针一样的东西插进了瓶中,很快水晶针开始变色。 方瓶扫了一眼,应该是能量浓度检测的仪器。 地窟这边倒是有经验,不像人类那边,能源石都不多见,自然用不上这个。 在这之前,华国那边甚至都没有能源石的分级,只有振兴城才有,因为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能源石。 检测完浓度,云聂又笑道。 大人,生命浓度很高,乘量一下重量便可兑换了,是换取百王币还是换群您需要的资源,都可以。 先换百王币吧,奎某还没有见过百王币,外域可是没有这个。 方瓶弹笑道,百王宫为何不在外域开设一些分号? 云聂一边将瓶中的能量液倒入隔间中的一个水晶钢中,一边笑道。 外域和王廷出入不便,而且外域由此需求的武者不多,所以百王宫便没有开始分布。 话落,云聂看了一眼水晶钢,上面好像有刻度显示,云聂看向一旁厚着的女子,开口道。 去,给魁大人换取三千百王币。 说吧,等女子离去,云聂笑道。 百王币和九级生命石等着。 方瓶了然,接着想了想问道,七级神兵价值如何? 看品级,七级神兵价值三百百王币到五百百王币不等。 方瓶心中微动,珍贵。 五百百王币,那就是五百金能源石,一千五百亿,最低九百亿,最高一千五百亿。 果然,两界情况不同,物价也截然不同。 在地窟,能源石算是大路火,最不值钱了。 方瓶微微点头,又道。 云管事,百王宫可有一些兑换屠戮,方便的话。 让魁某一关。 魁某出来乍道,很多天才地宝,连名字都叫不上。 这可自然是有的,是云某疏忽了,魁将军莫怪。 云聂连忙致歉,这时候,刚出去的女子捧着一些水晶币走了过来。 云聂接过水晶币,又道。 去,给大人拿一副百宝图。 女子再次走了出去,这时候,云聂已经将百王币交给了方瓶。 方瓶扫了一眼,这一扫,方瓶心中暗骂,能源精。 也就是能量耗空的能源石,不过略微有些不同。 这些能源精上面还有一些印记,刻着百王宫的标志,外加一些地窟数字。 总共三十枚。 这就是三千斤九品能源石? 一百斤九品能源石一枚? 方瓶摸着百王币,小小的一枚不值钱的能源精,可以换来一百斤九品能源石。 人类世界价值三百亿。 摸缩了片刻,方瓶忽然道, 云管师,百王币如何辨别真伪? 奎某感觉和生命实无差。 云聂笑道, 奎将军尽管放心, 百王币乃是真王殿之造, 是真是假, 奎将军只要往百王币中输入些许能量, 便能察觉。 百王宫在神路, 共有一千八百家分号, 天侄和天命王廷、 王城都会有分号, 部分都城也有分号, 皇城之中, 东南西北四外域各有一家, 内城一家, 也就是我们这边。 百王币通行神路, 奎将军携带百王币, 在任何分号都可以换取生命石或者是生命业, 哪怕生命之权都可以换取。 不过云聂还是要告知大人, 换取百王币不收任何费用, 可百王币换取生命石或者是生命业, 会收取一些损耗的费用。 方平微微点头, 真王制造的, 在地窟, 真王制造的东西别人也不敢伪造, 也伪造不了。 方平输入了一些能量, 没感应到特别的东西, 却是感觉到了一股浩瀚之意, 并非真王的本源或者精神力, 而是沾染了一些真王的契机。 好东西啊! 方平眼神闪烁了起来, 老张, 咱们也许可以合伙干一笔大的了。 这次不行, 下次, 如果可以进来的话, 也许真要发大财了。 还不是打劫的那种, 而是正常去换钱, 这玩意儿老张百分百可以伪造, 地窟真王要脸面, 也不会干这事。 百王店就是他们自己的产业, 他们自己伪造百王币没用, 也不值得。 可这是地窟真王, 老张可不是。 发财了呀, 一千八百家分号, 还不记名的那种, 这要是让老张制造几千万百王币出来, 岂不是说几千万金能源石? 万吨以上? 方平心中都快炸裂了, 老子还挖矿干嘛? 还要冒险干嘛? 应该等下次, 下次来地窟就捞一笔, 在对方发现之前捞一笔, 自己就彻底发财了呀, 一千八百家分号, 距离太远了, 可跑了百家, 方平觉得还是可以的, 三千斤一家也许多了, 可一千斤绝对算不上什么, 也就十美百王币, 十块没能量的能源精罢了, 这玩意儿是最不值钱的。 百家, 一家换个一千斤, 也有十万斤, 五十吨了, 我去, 发现伤极了。 方平心中波涛起伏, 脸上却是不动声色, 这买卖告诉老张, 老张恐怕能爆炸, 这才是真正的无本万里呀。 方平想着这个, 这时候, 忽然看到水晶缸中的能源液往下渗透, 很快消失了。 方平也装不知道, 而是有些好奇地看着。 云涅笑道, 魁将军第一次来, 在下就献丑解释几句, 魁将军也看到了, 这里有两个纳宝盒, 一个是放置生命液的, 一个是放置生命石的, 等兑换结束, 便可以直接进入百王宫的宝库, 下方的宝库是由真王大人用不灭神固化而成, 可以防止生命能量外泄, 减少损耗。 方平了然, 笑了笑道, 那下方宝库是有人在控制吗? 当然。 这些也算是常识, 就如人类大部分人都知道, 银行有金库一样。 方平再次笑了起来, 有些好奇地用脚踩了踩地面, 笑道, 这岂不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踩着神将大人? 云管事, 这是不是有些不妥?